陳新華發球 陳新華的打法是以射球為主 間中是突擊的 他的身材很高大 就適合打這個射球 因為他照顧範圍面積很大 就能夠救對方很大角度的球 所以有機會他反攻 這個球拉得很好 就取成1比1 這一局就是第三局的賽事 前兩局裡面陳新華 就贏21比17 輸14比21 這一局來講 只要再贏了 中國就可以奪得男子團體的冠軍 陳新華 他應該是第四次參加這個世界賽 可以說是老將來的 暫時世界排名就是第19 雖然他是老將 但是瑞典隊和歐洲的人 就覺得 發夢都想不到 會陳新華會打這一場決賽 因為在最近這兩年裡面 陳新華從未參加過歐洲的國際比賽 就未露過臉 那據中國隊教練說 就說他是秘密武器來的 因為陳新華操了很久 就專門是對付這個瑞典那種打法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 因為顏色 那條禮改了 球拍兩面顏色 他知道陳新華就是打射球 就 你有兩面顏色 我不用怕你 他想就這樣想 但是陳新華的技術很好 他的反手長膠 就撕那個球過去 下旋是很重的 有時候重到 就連瑞典隊的選手都拉不起 所以看他的球 有機會陳新華的反手也都可以攻 同時我看陳新華 他的表情就好像好笑 笑笑口 其實他的內裡是很緊張的 他的習慣就是這樣的 所以不知道的時候 他覺得 這麼大的比賽 爭冠軍都這麼好笑容 其實不是 他的習慣是這樣的 我第一次見到他 我就想了一個花名叫他笑佛 他現在又是口口口 就認為 但是他自己說話 可能就說 這個球應該是這麼大 有時削舞室 有時削下旋給他 讓他瞄準對方 很厲害 這個球很低 這個球很重 很重下旋 Wokner 都不敢拉起那個球 就猜回去 雖然他們的力量是這麼大 就因為怕那個球 是拉不起那個下旋 很重 現在是5比5 打成平手 那華勒就要看那個球 看看是不是有沒有爛 因為打那個球 可能聽到聲音 就有點差 但是他用快 用快球板 令一下那個球 又沒有事 所以就繼續比賽 因為呢 在比賽裡面 那邊球如果不是爛了 就不能夠換球 那現在見到5比5平手 其實這局球裡面 五分球都是平手 換球是1比1 2比2 3比3 4比4 5比5 現在中國隊的教練 許曉花就在想辦法 即是怎樣 贏完這一場球 大家都很緊張 半球長膠 穿過去下旋很重 先拉起先 好定 拉起那個球先 再拉一板 第四板 第五板 第六板之後就落網了 所以我說陳西華 你拉他的球 他越削就越轉 下旋很重 那同時有時呢 就削過沒有西過波過去 你很容易出界 那華特勒呢 打幾球球 見攻不到 就轉一下 就先拆幾球球 但是呢 陳西華一見你對方 一不攻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用正手 攻擊過去 就來得分 8比5 就領先3分 那陳新華呢 那個反手能夠削之下呢 就也都能夠 能夠放高球的 那我們替他打呢 經常放高球 十幾板都打他 不死的 那暫時呢 他就要9比5 就領先了 那男子團體賽裡面呢 中國隊就和這個 那個瑞典爭冠軍啦 那至於香港隊方面呢 就有男子呢 是排名第十一的 那另外一隊呢 中國台北啊 就有男子的團體賽 粵組賽裡面呢 就是排第二位置 下一屆呢 就會升上去甲組的啦 那由於現在滿了十分球呢 大家又要是換位置啦 現在華特勒發球 他已經前面呢 就猜拳球 就繼續搶攻啦 因為如果你 不搶攻 就會輸了 那最後呢 他再拉板斜仙呢 又得到一分 他不在瑞典隊呢 看過教練都沒有什麼表情 因為呢 都要對付陳新華 其實沒有辦法了 打你就打你 不死 防守了 又被你攻 所以打到他自己都 戰術都亂了 一亂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就會輸下去了 6比11 陳新華的球球呢 就有點鬆一點了 那個球呢 就不應該這樣攻 隨便攻過去呢 他應該就削回去 有機會那個球高一點 才扣過去 那可能呢 他見領先的6分那麼多 所以呢 就是希望呢 就搏殺呢 就贏多幾分的 快點呢 就打敗這場比賽啦 繼續拉高 拉得很辛苦 整隻手拉快 扯上天花板那麼高的 再放個短球 這球球呢 好漂亮呀 雖然呢 就這樣戒那個球 他一閘的球很短 但是呢 陳新華的長膠呢 就打這個下船打得很好 看一下 再看那個慢鏡頭 再拉板 一閘的球很轉的 但是陳新華的長膠呢 就是破了他這個閘球的 陳新華呢 就很緊張 再繼續拉 12比7 陳華的步伐 竟真好 他削完之後呢 能夠走回到中間 還原判兩個位置呢 就來判斷對方 再打下一板 那提起中間呢 他第一二局球呢 他第一二局球呢 陳新華呢 就專門封這個華納 華納的中盧的 而到第三局球的時候呢 我們發覺呢 他就封回他兩邊 就打不同的戰術了 那球轉得很厲害 那球是華納的 又拉了 幾乎落了網 再閘一板 再拉一板 那麼陳新華就先穩住 然後呢 和你磨 即是大家鬥磨了 看誰失了 那麼最後呢 陳新華就是 射球呢 就緊緊的 就不過網 如果過到網呢 那球就肯定 是很好球來的 那球球 那麼陳新華 看輸了一分 就定一定先 那麼通常呢 這種呢 這種呢 就合法的 合法的 就是所謂偷雞了 就是定一定先 那麼 那麼冰箱球呢 下一屆奧運會呢 就會成為正式的 比賽項目了 那麼唯一沒有呢 就是沒有這個團體的比賽 那麼單項的比賽呢 就會有的 那麼現在呢 中國呢 即是培訓這一方面的選手 就是希望在下一屆奧運會裡面 是奪得幾面 金牌呢 就成為 就是一個強國的 那麼陳新華呢 然後呢 也都是一樣 小小口感 但是在內邊呢 都很緊張 因為呢 唯有幾分呢 他就埋到尾了 再衝個板 很漂亮 那麼他用長膠法的沒有轉之下呢 阿華呢就不敢攻 就猜 猜那個球過去呢 就稍微高一些 那麼陳新華 看到這個時候 有機可乘的 就一個側身呢 就扣殺了 又得了分 那麼他的快球陳新華 發得很好 能夠發有轉沒有轉 令到對方是經常吃西 那麼陳新華的好處呢 就是呢 他每一板球都很流心 他旋轉的變化很強 能夠有轉和沒有轉 等對方呢 一有一點點不留心 就會吃西 阿布建在這裡呢 就是跳跳一下 就希望華特勒 就贏了這一分球呢 因為他是打第六場了 所以他要做這個熱身運動 通常呢 在第六場裡面呢 的球員呢 也是準備中 雖然呢 陳新華現在贏了15比10 但是中國隊的陳龍燦呢 也在場邊外面呢 也是在熱身中 準備打第六場了 因為呢 如果你不準備的時候呢 如果陳新華應該贏的時候 變成輸了 就變成這個信心 就會失了的 然後呢 繼續發球 11比15 陳新華呢 見到呢 有機可乘了 現在有大把半船 有六分那麼多 就繼續搶攻了 想搶攻這個球實在太短了 搶攻不到 所以上了板 那這個球呢 他沒有用力呢 就削了下 削了出界的 12比16 陳新華不方不望 先頂一頂 用隻手指一致慢慢來 不要急著啊 因為我還沒站著 你開球呢 就不合法的 再拉板 很重心啊 很漂亮 這個球很短 這個球呢 用長膠的球 一階的球 有點側旋 然後江家良呢 就是打氣了 希望陳新華贏 這場球呢 他又不用打第七盤 又這麼辛苦了 因為呢 你沒贏到第五比零 或者五比一 你都沒敢說贏了 因為通常世界賽呢 很多時候都是 四比零 四比一呢 就贏的時候 就以為贏了 其實呢 就分分鐘輸回五比四的 所以呢 大家都很緊張了 尤其是中國隊 因為呢 因為呢 因為在兩年內呢 被瑞典隊呢 就是 經常都說贏中國隊 變成中國隊呢 那條氣呢 就被他疾住了 就說因為他在主場嘛 天時地利人王 那同時呢 他瑞典那三個選手呢 也都是狀態很好 也都在外面的 所以呢 也都認為呢 也都認為呢 瑞典這次呢 有機會呢 就得這個世界冠軍了 但是呢 就能夠比賽呢 所以呢 不能夠說 看四比零贏了那麼多 沒有得打 其實這場球是有得打的 但是瑞典隊呢 實在太緊張了 就發揮不到它的原來水準 變成相反 中國隊呢 就正如那個 就是一個男子團體的冠軍了 結果二十一比十四 盤數方面是二比一是贏了的 這樣總場數方面呢 就五比零就拿到這個冠軍的補助